很多展场当中就像少庭一样 很多的showgirl都相当知道 怎么样跟这些拍照的专业演员士来应对 因此很多人在展场中 这些拍照的达人 现在拍着拍着拍出心得来了 其中不仅相机的配备相当贵 高达十几万元 而且现在出书教大家 怎么样能否展场的showgirl拍得美美的 拍上的showgirl跟着节奏 卖力扭腰摆吞 吸引台下满满的男粉丝 拿着相机猛拍照 可别以为他们只是随便拍拍 想要把showgirl拍得美艳动人 可是有技巧的 专业单眼相机一颗标准镜头 一颗长镜头 闪光灯相机配备高达十七万的showgirl达人 哈密音拍照技巧大公开 我拍过了很多showgirl 然后我也请他们在书上帮我签名 技巧一想要把正妹拍得漂亮 一定要有好的闪光灯 偏黄光才能把showgirl拍得白皙漂亮 技巧二提早半个小时卡好位置 不能离舞台太近 左右两侧一到两公尺的距离 才是最好的位置 距离太近反而会拍到双下巴 没办法拍出花子脸和好身材 技巧三穿戴整齐干净有礼貌 用诚恳的态度和showgirl沟通 这样才有机会拍到独家pose 最重要除了技巧之外 就是对他们一定要很有礼貌 红头购面的给人的感觉 看起来会不舒服 女孩子会被你吓跑 我觉得他拍照也好 然后也有礼貌 就蛮信任他的 他把他的相片 就是放在他公开的部落格里面 然后也有寄照片给我们 然后就觉得他拍得很专业 拍正妹照拍到出书 还有许多公关公司邀请他接拍case 甚至还跟豆花妹许多showgirl成为好朋友 发挥兴趣又能看正妹 小逼让很多男生超羡慕 记者机信林秋强台北报道